在有說個電視 在心境上面 我覺得格鬥或是武術 它不只要對於身體的磨練 它對心智上的磨練也是相當的多 就像我去比賽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對手很厲害 很強 我會給我自己腦中很多的幻想 覺得我會輸 但是我會跟我自己打氣 加油 所以對於我自己個人的自信心 我因為藉由柔樹的訓練 讓我個人自己也提升 起司君和流行美國的薩斯 不能在新作口號演戲上班 認證當好藝術表特工廠時的條路 轉身挑戰藝術來學習 以後起司君 未採作百個藝術托冠 當年九年 三四月轉條分 同當天跟藝術高色富通 強烤路以藝術運動出現的清風行列 以起司君為想要來學藝術 三個各種同學沒有連演成功 先再去看比賽的結果 去試過那一年 結果去試過那一年 去試過那一年 去那一年我雞片特殊的時候 去日本特殊的時候 去試練 練都很難 青春白豬越練越有心得 然後就是變成 等於是在我們台灣 在這個量級裡面 真的算是數一數二 起司君也表示 以下當初見都可以準備 後來參加生意的菜 阿普塔皮家司機比 後來也要過往參加 參加參與本基盤的阿祖比 來挑戰涵開國際的採事 對有所運動的 在前端挑戰本應當皮膚 下次我們總之明 美里報道